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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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这里我想表达的并不是说我们的生活被裹挟了 被驯化了 我们的生活失真了 而是我很好奇这样的视觉方式会不会进一步的影响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 这里有一个关键词 icon icon 其实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双观词 这个词最早来自于希腊语的icon 那么在拜占庭时期呢 它也代表教堂的圣像绘画 而在计算机中 它又代表的是一种图标的格式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图腾 那么这么看来icon 似乎是一个连接历史与今天的词汇 这里就又提出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我们如何看待经典文化 那我之所以会对经典文化 会对美术史感兴趣 是因为在我小的时候啊 我的家里就挂了一些世界名画的复制品 当时我并不懂得这些画作的真正含义 也没有人跟我讲它背后的故事 因为我的父母都是非艺术专业的 但是它确实对我来说 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那么对于我的父母来说 我觉得它是一笔非常划算的教育投资 那这张在我的照片背后的这张作品呢 就是英国拉菲尔前派艺术家罗塞蒂华的《天使报》 讲述了这个大天使加摆并向圣母马利亚告知已经受胎的消息 当然现在已经完全不需要这个人到场啊 手机到场就可以了 后来呢 这些绘画就变成了我这个创作的母题 那么这些母题除了这种宗教故事以外呢 还有那些在美术史中被那些著名的艺术家反反反复复描绘的古希腊神话呀 然后一些这个罗马的故事 那我的工作方法呢 实际上是去掉了这些经典绘画的光影和轮廓 呃 光影和坐标将它们的轮廓呢提取出来 再形成一种圆角的工业化的风格表达 最后我再将这种极简的 极简的这种经典作品的形象呢 融入到网络时代的这种视觉经验当中去 那么从具象到超像其实也浓缩了艺术的发展历程 比如说米加索的这一组作品公牛 它从一个十分具象的写实的公牛作为起点 那么它逐步的对其不断的简化玻璃坛的外形 实际成为一种解构化的符号化的形象 那么它最后的签名呢 其实是它个人的一个icon 那么从现代艺术的角度来讲 这个icon也可以成为一幅绘画 所以说让图像的深度消失 让线条更加简洁 而不仅是UI设计师所关注的事情 其实本书史上很多大师的作品 都在不断借鉴前人的过程中找到灵感 比如说马来的这幅草地上的午餐 相信大家也很熟悉 那么这幅画中三位主角的这个构图呢 其实并非是马来原创的 而是与雷蒙迪的帕琉斯的审判的一个场景是极其相似的 然后我就给出了我的版本啊 这是我创作的一些草图 那再比如说 镀上这幅吸血感强烈的这个作品 带回去的莫娜丽莎 那么我们一眼就能辨认出美术史中这个最经典的icon 所以说我给我的作品起名就叫做 只有不属于时间的东西才会在时间中永不消失 那法国这些家 G.德波在景观社会理论中曾经提到过啊 现代社会所有的直接存在 一切都转化为一个表象 也就是说视觉已经成为了最有力的传播工具 大众已经不再追求视觉的真相 只需要看图说话 面对浩瀚的历史 艺术成为了储存信息的图像剧本 那么这些经典作品的这个细节 其实已经逐渐模糊 而图像基因却被保留下来 最终变成了符号 那么在千百年后 它以某种形式重获新生 如何看待经典作品 也就成为了我们如何看待历史的一种方式 那扁平画的图像 它不仅是生活的延伸 它还在不断的迭代和复制中 不断的覆盖生活 覆盖城市文化 直至覆盖艺术自身 给经典图像注入现代意义 那么当我去除了光影 保留轮廓 那些沉重的美好的 严肃的或者是昧俗的图像 被转移成一组组密码 被输送到一个无法标记的时空当中 我认为这些图像编码 似乎可以附着于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尤其是在当下 所以说我认为这似乎是另外一种创作语言 可以让我们从经典文化的那种权威和加持中解放出来 我特别喜欢在绘画中加入一些黑色幽默的东西 比如说当我在荷兰的时候 看到龙布朗的这张都普教授的解剖课 那么就是都普教授 也和他的七个学生正在观察人体 我觉得这具人体从色调和质感上 特别像一只生蚝 所以我觉得很有戏剧性的这种感觉 我就画了一张作品 那么我就给他请叫做《牡蛎剧场》 然后我的另外一件作品《假日维纳斯》 那维纳斯也是希腊神话中的阿弗洛迪特 是爱与美之神 那么在当下的这种网络流行用语中 女性特别喜欢自称为女神 或者是被其他人称为女神 假日里人人都是维纳斯 但是现实生活是非常残酷的 就女神们其实是无法真正割裂于土地的关系 那么她们也要加班 也要骑地铁 也要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难题 所以呢 我用中国传统文化景观符号的这种 迎客松来代表这个当下的客观环境 那再比如说河南画家Namea呢 她特别喜欢描绘这种特别温馨的室内场景 那么在这个室内场景中呢 往往还挂有一些地图 那这是17世纪大航海时期呢 是这个贸易全球化的一种体现吧 这些地图呢 往往以荷兰的贸易港为中心 向东扩张 形成一条海上的丝绸之路 那么现在呢受到疫情的影响 我觉得全球化开始逐渐退潮 那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将为妙的作品重新演绎 将这些表达这个图片不可见的这个X符号 然后代替了正在消失的地图 试想一下 当我们如果打开一张网页想看一张图片 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个被拒绝的X 那它背后的图像是不是因为未知而变得更加神丽了呢 这个作品叫做仁欣正的人啊 它是出立在深圳海边的一组这个公共雕塑 那么它的作品的线索是 源于这个法国后印象派艺术家修拉的《大满岛星天下午》 也就是说我把19世纪初的这个巴黎市民的群像 置身于中国当代的这个都市环境当中 那之所以选择这个题材呢 也是因为当时的这个厂地的结构 与修拉的这个原画的构图十分相像 那么同时呢 人群中的人的这个概念呢 来自于波德莱尔 那么它是以这种闲逛者的角度来表达 对于城市人群的这种核心的感受 那么当然也是我的一种感受 因为我觉得深圳人太忙碌了 他们需要休息 那这个场景呢 其实就是我特别希望这个作品达到的一个真正的状态 就是它是和都市的人群真正的融为了议题 人群中的人真正的融入了人群 下面一个话题啊 就是图像有生命吗 图像学家WGT米歇尔 在他的一本著作《图像何求》中提出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我们日常生活 为什么如此强烈的受到图像的吸引呢 既然图像无时无刻的不影响着我们 诱惑着我们 有些萧条 但是在这个萧条之中呢 又透着一次平和 后来呢 这个作品又可以变成摄影 然后也可以变成杂志封面 那么这就非常具有图像学的研究价值了 我们可以看到在图像的传播中 它的原初的含义已经被覆盖 然后它逐渐的走出了绘画 进入了流星文化的这个视野 它变成了一个文化符号 所以说就有了我这样的一个作品 就是我就给它请教的《肖像》 因为我觉得它其实不代表任何 它只是一个肖像 它成为了一个新的空白的结构 那么它的图像生命随着这种符号的复制呢 也得到了延续 还有一个话题 就是我们在网络聊天当中 特别喜欢使用表情包 那么表情包呢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呢 它是代替了人在社交网络中的位置 起到了一个提升的作用 当我给你发送一个笑脸 或者是发送一个棒的手势 实际上是我在给你发送我肢体的一部分 又或者是像面具 那么它代表了我们的这个角色和情绪 那么说到面具呢 我还不由得想起这个戏剧的起源 就是古希腊歌队呀 俄系呀或者是中国的传统戏剧 其实都是那种基于这个形象 基于面具而进行的这种角色化的表演 那么我们在微信中 频繁地使用这个图像传递信息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斗图 就是你来我往我们用图片来接梗 那么这种方式呢 我觉得它其实是 呃 代替了文字成为承接上下文的工具 然后打破了文字的这个 这个陷阱时间 拓宽了我们的视觉体验 形成了具有蒙太奇效果的视觉叙事 这样看来呢 用手 呃 用表情图片的这种戏剧化的属性 是否可以编排出 呃 一个戏剧呢 一出手 在手机中不断上演的这个戏剧 那表情包呢 就又像幻灯片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数字不同时空的图像 依次显现又隐没 呈现出一种趣事的模糊性 那恰恰是这个模糊 让这个社交剧场 产生了一种别样的美感 我发现这种空虚 模糊的这种美感 它与贝克特的这个 荒诞戏剧等待割多 又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那么表情包这种 图像滥用的背后 是否涵盖着一个 语尽雄的情感荒漠呢 然后我就做了一个这个 这个小的这个影像作品 叫Waiting for Girl 对就是这个 调歌的这个感叹词 因为我觉得这个调歌的 就是它在语音上是一种连接 那么同时呢 这样的一句语气词也是 对我们当下很多的社会问题的 一种哀叹和无奈吧 那在这个剧中呢 我讲述了这个两个流浪汉 这个蘑菇头代表的哥哥 和这个熊猫头代表的滴滴 那么他们在树下 都是无聊的对话 只为了等待一个叫哥多的人 那么哥多是谁呢 有的人解释为死亡 有的人解释为上帝 但是谁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 人生就像是一场无尽不忘的等待 那么他们在手机中的对话呢 就形成了这样的一出图像戏剧啊 以上呢就是我想给大家分享的 那这些线索呢 其实是从我每天的生活当中来 不断的寻找被值得被表达的话题 在伟大的 在伟大的 这个与伟大的作品好像有关呢 也好像无关 他生发于我的作标系 成为我艺术的主题 所以你的问题同样也是艺术的问题 谢谢大家